11月上午,巴基斯坦卡拉奇发生枪击事件 两名中国公民在事件中受伤,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获悉事件之后,外交部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指导驻卡拉奇总领馆开展了应急处置 总领馆第一时间派员赴医院探望伤员 我们也敦促八方全力救治伤员抓紧查案及凶 切实保障在巴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同八方保持密切沟通 做好伤员救治、事件调查 以及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保护等工作